努力工作 俄中有协主席纪塔联合表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同各国和平相处 合作共鸣 积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他说 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 发展并巩固俄中关系 是我们共同的真诚心愿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兼中俄有协会长陈浩苏 也发表了致辞 肤质过敏症又称 肤质蛋白不耐受症 是指人体对存在于谷物中 特殊蛋白质炼所产生的不良的反应 这种反应会引起小肠绒毛的破坏 从而导致营养的吸收不良 近日澳大利亚科学家 在治疗肤质过敏症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不过治疗的手段听起来有点恶心 澳大利亚科学家想到的办法 就是使用沟虫 这种只能在显微镜下 才能看得见的蠕虫 对人类来说并无害处 并且不会在人际之间相互传染 因此非常安全 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 沟虫进入肤质过敏症患者的消化系统之后 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效应 能够有效缓解肤质蛋白不耐受症的症状 提高患者的消化吸收能力 专家解释说 这一疗法的理论基础是 免疫系统需要暴露在像沟虫这样不同的环境下 才能有效的工作 实施沟虫疗法的手术并不复杂 医生将沟虫从患者的手臂植入腹腔 然后小虫子就会自己爬到病人的胃及小肠等 消化到系统内 这种微疮手术不会给患者带来痛苦 沟虫的存在也不会让患者感到不适 这种疗法已经在澳大利亚 二十位肤质过敏症患者中进行 接受治疗之后 患者被要求连续使用五天谷物 其不适症状就可以得到显著的改善 朱迪就是二十位患者之一 他说尽管沟虫疗法现在仍然让他感到有些恶心 但是他的疗效的确很好 因此他打算坚持下去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稍后我们继续 宝贝寻亲传喜讯分隔两年后骨肉中团聚 创业版将有二十八家首批企业上市交易 午夜新闻为您解读这些产业领域里的英雄豪杰 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再次出手 迅雷网站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被起诉 公共场所大小便现象履禁不止 居民打出禁止小便拍照上网标语引来争议 十万元现金购假币 假币便名超害人中害己 美国16岁女孩患绝症 百张爱心纸条留佳人 基地组织发布视频 一直被认为藏身在巴阿边境山区的基地组织头号人物 本拉登身影在线其中 耗资25万英镑见淋浴间 没使用就拆除 法国总统萨克齐豪华早房打水漂惹争议 日本科学家发明蹦蹦跳跳机器人 传递快乐为己任